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有42个提问 我们尽量抓紧时间 第一个问题 印尼同学的提问 他说请问 2000年7年 美国会不会有大灾难 这个事情不能问我 这个事情要问上帝 那么我们一般客观上来看 现在全世界也包括这些领导人 都明显感到动乱不安 这个确实生活在痛苦当中 也都寻求如何能够化解 所以过去这个化解问题 理念错误 用这个镇压 报复武力 那么从911之后 大家才认真反省 这种方式 实际上是 给人家借的冤筹 愈界愈深 是没有法则化解 那么美国从韩战越战 以及在欧洲发动这些战争 也历尽了痛苦 所以现在跟从前的思考不相同 如果我们能向和平的道路上 去想 去走 纵然有灾难 也能够化解 所以一般说的 我们对世界前途 还是乐观的